從前有一個佛子 這個佛子的香油一向都不多 但是也有一個主持 還有一個保鞋子在掛單 但是有一天主持就跟那個保鞋子說 保鞋子,我看白你住了今天 你明天也要走了 因為到明天我師父回來 我師父見到我這兩年沒什麼做的功課 就一定帶我運由四海走去修道 你明天也要走了 保鞋子聽到 好,你師父怎麼這麼厲害 明天等我來應付他 好,於是又順他一鋪 果然明天就等保鞋子來應付這個高僧 第二天,這個高僧果然架到這個佛子 哇,他雙眉長過鬍 好厲害,一進來 高僧看著保鞋子四目交頭 立刻開始切磋 高僧拍一拍自己的頭 保鞋子摔一摔自己的腳 高僧拍一拍心口 高僧於是提起兩隻手指 而保鞋子就提起四隻手指 高僧最後舉起五隻手指 而保鞋子就舉起一隻手指 高僧最後舉起五隻手指 高僧立刻就落方而途 直往山下奔去 這個主持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師父會好像輸了這樣走到山 連王衝到山問回師父 師父,究竟發生什麼事 師父說,嘩,厲害了剛剛 我剛才在一個佛寺裡面 見到一個道行非常高超的小童 這個小童我跟他說 我頭頂三十六天弓 他就說,他腳踏七十二地獄 我跟他說,我空懷人緣 他就說,他背負乾坤 我跟他說,我有亨哈義仗 他就說,他有四大金剛 我跟他說,我有五行大法 他就說,他有中勇之道 這麼厲害,我不走 等出醜命 這個主持聽到 就連王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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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衝上山,問個寶鞋子 寶鞋子,真是看不出原來你這麼有了道 寶鞋子就說,有什麼了道 你個什麼高僧師父 沒鬼用的衣衫藍樓 一進來就跟我說,要寶帽 我說,我寶鞋子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要用胸皮 胸皮這麼貴,彩他也傻了 當然是用背皮 然後他就說,我出兩文錢 兩文錢當然是四文 然後他就說 哎,那你搞了,不肯 我說,不肯呀 那,你啦 好不好笑呀